我相信只要不停地跑出自己的舒适圈 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没有西洋的行业 只有西洋的落后的思维 他们是时代中蓬勃的朝气 我希望一段地尝试新的东西 新的事物 只要敢做敢拼 就能创造自己幸福的人生 他们是阳光下跳跃的音符 我不感谢苦难 但是我要感谢走过苦难的自己 谦逊 真诚 坚持 利他 是我前进路上的力量和源泉 奋斗 他们青春涌动 生活是我们脚下的土地 而梦想一直是我心里的种子 奋斗 他们踏浪而歌 竹梦新时代 奋斗正青春 竹梦新时代奋斗正青春 大家好 我是土雷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五一系列特别节目 奋斗正青春 欢迎电视机前和现场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在这个特别节目当中 我们将对话新时代的奋斗者 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讲述他们拥抱新时代 建功新正常 在实现中国式 现代化的道路上 拥抱青春 奋进竹梦的故事 那么今天的故事 讲述人是谁 我们先来看到一段短片 他来自大西北的普通家庭 靠着一路奔跑 闯入北京 24岁时 一场重病 差点夺去生命 但他拒绝躺平 仍然一路向前 他每天比别人少睡三个小时 靠着多出来的两万余小时 不断超越 如今成为年销两亿的 食品掌门人 她叫华雪 一个依靠不停奔跑 拼出人生新高度的 西北姑娘 好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奋斗故事讲述人 华雪 大家好 我是华雪 华雪的华 华雪的雪 我来自青藏高原 那里是长江的发源地 经过三十多年不停地奔跑 我现在到了长江尾 上海 我相信只要不停地 跑出自己的舒适圈 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跟想法 谢谢 没听说过姓华的 对 很少 这是个姓还是你自己起的一个工作的名字 这是真的姓华 真的是雪 就是身份证的号码 名字 那其他的名字起什么呢 我有一个哥哥叫华冰 对 所以我们都是冰雪双煞 你多大了 你猜 我看你应该三十出头吧 快四十了 你快四十了 对 你是做什么工作 我是做了投资加创业 奔跑闯出人生 对 你比别人跑得快是吧 没有 其实我是个学霸 就是从小上学 什么都非常非常好 这个小的时候 这学霸是因为聪明呢 还是因为笨鸟先飞 我觉得既聪明加既笨鸟吧 其实我上学的时候 每次做第一件事情都是写作业 放学第一件事情就是写作业 就所以如果不写完 我是不会吃饭 不会做任何其他事情的 写完之后 我觉得我的工作任务完成了 我可以去做别的 不管是玩还是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任务 那我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 最有效率的情况下把它完成 有什么特别极致的事情 可以让我们的同学们学习的吗 其实我上高中时 每天早上要差不多五点起床 五点起床之后呢 那快快地洗漱完毕之后 就会差不多有一个小时时间 可以用来去练口语 包括去来练听力 然后从我们家走到公交车站 差不多一个两公里的距离的 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树荫大道 那条路至今都存在 那其实那条路是 夏天就很美 但冬天很难走 因为又冷 上面也会 因为青海又下雪 会激很厚的冰 所以遇到这样的时候 我每天就要在六点半的时候 准时出门 出门之后 一边耳朵里面听得随身听 在学英语 口嘴巴里面也在 不咛不咛在巴拉巴拉地说 那另外一块其实就是 我要走很远到公交车站 要赶准时那班公交车去上学 学校距离我们家差不多有 将近15公里的距离 所以一辆公交车 他也没有办法到 那我必须要准时准点 坐上第一辆 然后在中途半个小时之后 再转第二辆 可以到学校门口 那这样的事情 持续了三年 那三年其实 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 很累或者很苦的事情 我会觉得这三年的过程中 我有了更多的时间 可以把我的口语提高 可以把我的听力能力提高 他的性格很适合做媒体 快人快语 特别像一个记者的语风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媒体的 上大学 我觉得做个媒体人好酷 我感觉我就很想当记者 然后高三的时候 报考志愿的时候 就报了传媒这个专业 就学了新闻 然后去了 考到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然后学的是新闻与传播系 大二的时候 回到青海去青海卫视实习 实习这个机会也难获得 对 因为当时去青海卫视的时候 老师都非常资深 也都是在卫视里面 做了很多很多年 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实习生 作为一个小孩 我一定要比别人眼里更有活 我会每天早上都很早地去 把之前一天没有整理好的 袋子都整理好 我会提前去看老师前一天 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内容 跟视频 我今天的选题 做一些自己的准备 当时正好赶上了中秋节 我跟老师提了一个选题 就是在讲关于月饼的包装的内容 然后老师听了我的选题之后说 那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去做一些采编 去做一些内容的拍摄 我就去做自己第一个选题 有幸地完整地参加一个节目 当看到卫视播出的这个小新闻 虽然只有一分半钟 但是看到自己的名字 在媒体上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那种成就和满足感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但为什么又没留下呢 大三回学校的时候 就跟我的这个导师有聊 我说其实我是希望能够去 当时最好的中央媒体 去看一看中央卫视里面 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况 然后老师说 他来帮我尝试推荐一下 我觉得也很幸运吧 然后有老师推荐 加上当时正好财富故事会 也在招式牺牲 所以我就去了 CCTV2的财富故事会 去那边实习 最开始是做一些外联的事情 那外联的事情呢 主要就是来去沟通 准备采访的嘉宾 去邀请他们 跟他们讲我们的节目背景 那留在了央视吗 为什么又没留在央视呢 电视媒体工作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 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大家其实做的事情是相对 因为在一个很大的体系里面 就是一个螺丝钉 每个人就把自己的事情 认真地做好 其实这个事情 就会以很好的发展 那因为当时2007年 门户网站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新兴的行业 就很希望能够去 最新兴的媒体 去来尝试一些工作的状态跟方式 而且看到媒体网站上的内容 都很新鲜 所以在想 这样的网页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这样的新闻是怎么做出来的 他还在新浪工作过 对 新浪其实那时候算是 门户网站里面 就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吧 哪一年 07年 但新浪很难进哦 对 我是过五关 斩六将 来说一下 过哪五关 斩哪六将 因为当时是2007年 我还没有大学毕业 他当时因为要有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应届毕业生 另外就是社会招聘 那社会招聘 他不会考虑没有毕业的学生的 所以我就找了新浪 所有在有社会招聘需求的网页 把每一个网页里面留的HR地址 都发了我的简历 你应该觉得没什么希望吧 对 就是感觉就是试一试嘛 但是没有试 永远不知道答案 对吗 那投完之后就 有两周吧 都没有任何音信 我想完了 时辰大海了 就是在这个状态之下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010就是开头的电话 接到之后 他通知我 让我去鄙视 他说他是新浪网 我当时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开心 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天上掉馅饼 砸到我的感觉 那种兴奋感 和那种幸运的感觉吧 你是面试哪个部门 产品部 就是新浪微博的前身 但你不会做产品 对 所以这个我根本就不会 而且是上学的时候 并没有接触这么多 我们上次只学过 Photoshop 和简单的这个Java编程 但其实也都是 有模块出来做的 并不是让我们 真的去从一个代码 和一个文字里面 实现一个网页的发布 那这个事情对我来讲 其实就还是很挑战 而且笔试完之后 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我觉得 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 都没有接触过 当时有点心灰意冷 但觉得没关系 不放弃 继续学习来 这家不行 换另外一家 对 所以回去之后 其实也还是再继续去看 到底网页要怎么做 如果我说 我想去门户网站工作的话 那这些一定是 我的必修的技能 那你花了多长时间 学会网页代码的编辑 其实从上手就是两天 但是我可以自己来 从简单的编辑 你可一点基础都没有 对 一方面是 因为西浪是一个 很好的平台 它有一个现成的后台 可以去来学习 第二就是 其实你可以跟同事来学习 因为身边都是工程师 所以就用一周的时间 其实就可以从 简单的新闻网页编辑 到做专题 就是当你用心 去学一件事情的时候 这个事情都不会 有任何的困难感 对 我的伙伴们 话又说回来了 他说的很轻松 其实做起来很难 他所说的网页编辑 并不是现在的那种 PC网页编辑软件 这里拉个组件 那里拉个组件 跟Fordshop一样 它不是的 它是要编代码 对 是要自己写代码 就是代码 结合内容 然后在后台深层里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个门户网站上的新闻页 那这新浪又留了多久呢 在新浪 其实我们产品部 后面就开始在 做新浪微博 当时新浪的领导 推荐我去跟投资人 聊一下 非常的机缘巧合 就是认识了一个 现在我觉得是我的领路人 就是我现在 投资基金的合伙人 他叫Matt 其实我们是要 有一家要准备上市的公司 需要一个人 去来辅助投资人 相关的工作 那其实这个事情 我有跟各种各样的朋友 来交流 问大家的意见 其实大家给我的意见 都是否定的意见 因为觉得这个事情 我不擅长 而且我也没有做过 是在我的经验能力之外的 但我是觉得 如果说当所有人都觉得 这个事情不可做的时候 那就一定还有做的机会 我毅然决然地说 好 我愿意去 就这样跟Matt 聊了三个小时 聊完之后呢 就发现 他讲的有 有两个多小时的东西 是我完全没有听过的 他就讲了说 如果说我想跟他一起工作的话 那他有一个要求 就是要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 每天从这个十个英文网站里面 分享十条融资新闻给他 并且要讲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新闻 发给他 我第二天早上 我想一下 可能要四点起床 我起来之后 今天打开了 他发给我的第一个网站链接 我就傻眼了 我发现我从打开网页 到看完第一个新闻 就已经用了一个小时 而且我真的用了一个小时 才明白了 那篇文章里面 到底在讲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创业的背景 故事 团队 还有他们到底是 在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他们的融资是 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看完之后 我觉得我用 我根本没有办法 在一天之内 分享十条新闻给他 而且还要告诉他 为什么 当天只发给了他 两条新闻 并且两条新闻 推荐给他 理由都是 哇 太神奇了 原来事情还可以这样做 对呢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实在是 它是另外一个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状态 所以呢 那我只能尝试说 我比别人 用更多的时间 去来了解 学习 我才能够很快地 融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去 当我真正能够完成 麦测要求的时候 就将近有用了一年的时间 但是这一年的时间 就让我对于整个 全球的创业的生态 包括各种各样的钱人科技 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 认知跟想法 做投资人 没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拿一把钱倒出头 他对于一个项目 有非常敏锐的直觉 和综合的分析能力 他在这过程当中 有非常扎实的财经功力 这个一个文科生 突然之间要面对财经 这本身还是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曲折的过程 对 那这里面 其实要补充很多知识 补充什么知识 第一就是要会看财务报表 进一项 出项 对吧 有很多东西 其实是要学起来的 那那些东西 都是要靠你看书 包括去跟前辈请教 那这个其实要花 很多很多时间去来学 分享一下 你的学习方法 我觉得学习方法 对我来讲 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 去找一本最基本的书 看完所有的大纲 就是前面的所有的标题 具体的内容 其实都不用太看 你就看完大纲 就会知道 这个知识的脉络是什么 那我找的知识脉络呢 最简单快速 有效的方式 就是找别人来学习 找前辈 找到你的人脉圈里面 对这个行业 最了解的那个人 去跟他聊 那你会发现 从他的身上 就学到很多行业知识 那那段时间忙吗 忙 其实从2010年 接触投资这个事情 到现在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过 几点起 我习惯性 早上5点起床 那晚上几点钟睡 12点左右 这就是成功人士的标配 大家都很多人会问我 你不累吗 对吧 你不困吗 你就会发现 其实 当你如果很好地 分配自己的这个时间 并且睡眠 质量很高的话 其实不会特别地累 而且你会从 做事情的状态中 身体就会分泌多巴 你会让自己 一直处于一个 涌动机的状态 像不停地被加油 你就一直地会 自己会往前跑 但是年轻人总会有 在急火攻心的程度下 会身体不负重贺的 对 会病吗 被你猜到了 就是在我24岁的时候 然后 就是去新浪的 这个常规的员工体检 那体检的时候 就是拍完CT的那个胸头之后 医生就让我留下了 他就问我 他说 你是不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我说没有啊 我这么健康 你看我哪里像心脏病 他说 就是我的心脏 有一半是 就是阴影状态看不见 他说 你最好去大医院去检查一下 医生这么说 你慌吗 对 不慌 我的第一反应是 他误诊了 那什么时候开始慌 就是去了两个大医院 都确诊了 我有肿瘤这件事情 长哪儿了 胸腔里面 遮住了心脏是吧 对 就是 就是他做手术的形态 跟做心脏病的手术 的形态是一样的 就是把胸切开 然后把肋骨抠开 当医生告诉你 真的有肿瘤的时候 你不害怕吗 那个时候害怕 还是害怕的吧 对 第一时间的反应是 不知道怎么办 告诉谁 告诉爸妈 没有 为什么不告诉爸爸 因为 因为他们的青海 其实离得很远 就我从小都是喜欢 抱喜不抱忧的这种 就是我觉得 他不想给他们增加 额外的负担 我先找的是 我觉得哪个朋友 能够帮我找到 肿瘤医院的 最好的医生 很好的朋友 就帮我找到了 中国肿瘤医院的 科学院 在北京 对 在北京 我都把所有的 这个住院前的准备 都安排好了 然后但是因为 需要家长来 签字 签字 然后住院之前 就联系 给我爸妈打电话 爸妈慌了吗 没有 因为我没有 跟他们讲为什么 我就跟他们说 你可够能瞒的 对 他爸妈今天来了 来我们掌声欢迎 大家好 我是华雪的妈妈 我叫廖树香 我是华雪的爸爸 叫华吴 你好 来请坐 葫雷老师 太高兴见到你了 我真的是你的粉丝 对对对 你好你好 非常关注 来坐坐坐 你怎么评价这女儿 我光看你了 那你评价评价我 我非常非常关注 而且我也特爱听你说话 谢谢 昨天晚上一听说 今天能见到你 我真的昨天晚上开心 真的一宿没睡觉 那我们拥抱一个 太好了 我天哪 那请坐 我们今天的主角 是您女儿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 还是请两位 来评价一下这个女儿 我评价我女儿是 胆大 敢闯 妈妈呢 太拼了 太拼了 有点心疼 有点心疼 对对对 八字内心的有点心疼 但这年头 有本事的都拼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当父母的 可能是会有 另一层那种心情 但是你知道 她的履历多精彩呢 对 就是有今天的成就 跟她的努力分不开 那你想想你周龄四舍 这些朋友们 有哪个孩子 有她的履历这么漂亮 目前还没有 是吧 是的 她刚才说到 她在进了医院 做手术前才告诉你们 这个事情要入院 但依然没有跟你说 是长了肿瘤 你们当时脑子里 在猜什么 可能就是当时 就一般的小病 没想到那么大 孩子一直以来 也挺健康 就是从小到那时候 一直没住过院的 结果去了北京 傻了眼吧 但是一看 吓掉了吧 真的吓坏了 去到北京以后 主任就找我俩谈话 就说 女儿胸前在这 就这长了这么大一个瘤 刚开始是 我们好像也不太知道 到了医院以后 突然间那个 知道这个消息 要做开胸手术吗 其实这件事 是最不想说的一件事情 真的 那个过程有点 太恐怖了 现在想象 因为当时 住院了以后 要我们签字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看到 那个上写的 又要准备什么呼吸机 或者什么急救的时候 如何如何 或者是会出现一种状况 当时把那些东西 一念完以后 我俩真的就 崩溃了 就一个女儿了 彻底的 就是一个孩子 对对对 因为当时那种心情 现在 没他回忆的 对 当时就在 就在想 如果 如果这个期间 我女儿要出现 一个事 我真的就不活了 我真的跟他爸 都这样死 当时就是这样想 所以那段时间 真的太痛苦了 切完之以后 当他的面 好像还 还不能出 稍微坚强一点 其实我女儿 当我们那边 也特别特别坚强 当天切完之以后 我俩就回去了 医院当时也不允许住的 不允许在那待 又回到北京的出租屋了 回到北京住租屋 那个房间里 那一晚上真的 不知道怎么过 那晚上跟过电影一样 从小到大全想了一遍 没错 就是在想 就这么一个女儿 我真的承受不了那种 如果那种 手术做了多久 整体四个多小时 你在外面一直等着 我们一直在外面 那几个小时 不知道怎么过来的 就会儿那个 手术 把那些东西都切出来以后 给我们 给我们到那个接待室 就是看一下嘛 一个大盘子里端出来了 那么大的东西 当时那个教授 就跟我们说 手术很顺利 还好发现得早 但是需要做一个病理化验 就是七天以后出结果 这七天好难熬啊 对对对 那那完全属于蒙的状态 那在那七天 他什么状态 其实当时 我们当他面 得要装力坚强一点 怎么装啊 你装一个我看看 就这样的吧 对对对对 或者有时候去订饭说 哎非常 今天这饭很好吃 很好吃 其实都不知道 是怎么咽下去的 真的不知道 装的自然 特别自然 你都没看错 东北人的特色 对 东北人 老家是东北人 对对对 知识建设区的 对 六五年 六五年我们随着父母 对 安山突拉机场 直接搬迁过去 然后后来后来就再心寒 对一直在那生活 但其实性格还是东北人的性格 还是东北人 非常非常直爽 非常直爽 对对对 那七天你老不老实啊 你还工作吗 工作呀 我在医院开party 一样每天 你不管住他吗 让他在七天安安静静修养 管不住啊 怎么管不住呢 如果我们要是管得住 可能也就没有我女儿今天了 就正因为管不住 这话怎么说 因为我们有时候 当父母呢 尤其是东北人 就特别宠孩子嘛 互毒是嘛 对对 就总觉得好像弄在自己身边 就很放心 离得太远了 就觉得就够不着 对就是一个孩子 他那七天在干嘛呢 第二天就开始坐起来 头一天手术 那么长一个大刀口 对啊 这胸口还开了呢 对啊 就是第二天就开始起来 第三天就开始满地手 然后他们这些同事 就不断不断地来人 几乎没有休息时候 大部分之间都是在谈工作 都是在聊工作 是 所以我们左右不了了 就这么嫌不住吗 对 还是说你也害怕 七天之后出现一块的结果 除了老师 七天的时候 我们是早早地赶在医院 在医院 我们都等着那个结果 当时那个刘教授 我们一直在秒着刘教授嘛 刘教授从那个转弯一过来的时候 我一直在看刘教授的表情 对 他当时看到我俩就说 刘教授点点头 而且笑了一下 笑了一下 他这一笑 我这心里就好像落地了 真的 我肯定是有好结果 要不然不会那么笑 我俩赶紧跟着屁股 或者看一帮前点 当时刘教授说话 其实还是好 真的是良性的 那会儿真是天大的一个好消息 砸下来了 你那七天表面上热闹 其实心理医长不害怕结果吗 就是当做完手术 有七天等待期的时候 我其实知道我爸妈非常的焦虑 而且非常的忐忑 但那个时候我也会知道 虽然我会觉得 如果说真的不幸交代到这儿了 那就交代到这儿了 但是从此明白一个道理 其实只有真正的健康 才是对于爸妈最好的爱 和最好的孝顺 最好的回馈 还是有想法的 对 但是我觉得很多东西 说出来不如做 有孩子吗 有 你怀孕的时候也这么折腾吗 对 非常折腾 妈妈说说 她怀孕的时候折腾吗 反正她因为怀孕的时候 头几个月 我们不在她身边 但是中间去北京去了几次 她已经预产期 已经过了几天了 我们就过了几天以后 我们赶紧就到医院 医院那个医生就说 必须得要是 做一个催产的处理 她已经打上催产数了 当时给她 突然间接了个电话 有个快递 一个文件需要她去处理一下 可能就是签字一类的 当时我们就想 那个结果眼 我就算了 稍微等一等 说别太着急了 然后就让她爸爸去 爸爸也说 就先不要去了 完事以后再办 对 等着完事以后 激眼了 直接从床上跳下来了 你才跟我们来去啥 你们要不去求 那我就自己去求好了 那时候催产针都打了 对的是的 那怎么可能 让她去啊 马上进产房子都 而且我们都特别紧张 本身已经过月了 都已经 对 万一有点什么 好歹怎么弄啊 到时候 你绑管她呗 你随她呗 那怎么可能 自己跟女儿心疼 那当妈的 当爸的 肯定不这样想 所以爸爸没办法 爸爸就去求去 就在那个铲床上 恨不得 就在那牵制 一点招都没有 但是有特别孝顺的时候 他基本上都是在做 他从来不说 我们听听他做啥了 他有一个好事 好像都 都不会忘了我们 带我们出去玩啊 比如说 去哪玩过呀 出国呀 对 开心不 非常开心 猪灵四舍 羡慕吧 超级羡慕 超级羡慕啊 对 还做啥事了 除了带你出去玩 就买辆车送他们呀 买个房送他们 对 还做啥了 除了买个房 买个车还干嘛 不你像什么 过个生日那些 生日礼物啊 那些的 但是他都是在做 他很少去表达 就突然间直接告诉你 你比如到这来 胡老师 我现在这手机 都装满了 我不敢开机 大家都在等着说 你一定要跟 图老师合个影 好好好 又说回来了 又说回来了 所以我看到 有点心里 就特激动 你放心 我们待会肯定拍一张 必须的啊 必须的 对 只要答应这个条件就好 是 你啥时候开始创业的 其实有经历过两次创业 第一次创业是 有三个程序员 我们做开发APP 但是连投资 加幅化 这是 我们当时很成功的产品上线 突破一百万用户的合影 叫画中画相机 就可能很多年轻女生知道这个产品 那我们其实是 移动互联网里面第一款做拍照 美颜的相机 哪一年 2010年 那那个时候就是完全从零开始去接触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不会代码了 前后多少时间呢 四年 第一次创业就很成功了 对 但其实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是一个辅助的角色 那个时候你已经是投资人家创业者 对 当我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妈妈的时候 你其实关注的点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就跟我爸妈带我儿子去动物园玩 然后我儿子特别喜欢吃 他就闻到烤肠 他走不动 就是一定要吃 但那天是油气的过分 他吃了两根烤肠 那当时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它那个里面可能又红红的 对吧 淀粉多 对 纯淀粉也OK 但有没有别的其实不确定 因为当时我有一个特别好的 我人生中的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 也是我觉得我是人生中有很多领跑员 那他是其中之一 他叫肖欣 他其实是一个精英创业 他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去了投行工作 那其实他是一个 就是他那个工作状态是非常的 就是有生活感 然后有仪式感 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那个便利店里面的考场是什么配料 你帮我看一看 然后他就看了之后 给我的答案跟我猜想 其实差不多 一堆像是成语一样的四个字 四个字 四个字的连在一起 然后还都符号 我说有没有其他配料表的考场 我们差不多用了一周的时间 找到了将近有一百多种考场 然后我们俩说 好 那现在开始吃吧 刚开始吃觉得 哇 都是花很多钱买的 所以一定要把它认真的吃完 并且品尝每种东西 还要写一下感受 那到后面尝了一个星期之后 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都吃完 已经吃到低口就想吐的感觉 发现我们并没有真的找到一款适合小朋友 适合中国小朋友吃的 我觉得很多创业的源泉 就是来源于生活中 很多很细小的需求没有被解决 那在这种状况下 他被我说动了 他觉得确实是 我们应该去考虑一下 这个品类到底适不适合我们自己来做 那我们就有此下定决心说 我们想做一款 能够让自己家小朋友放心吃的考场 掌声有请肖心 大家好 我是肖心 我是滑雪多年的好朋友 也是滑雪创业的好伙伴 然后非常开心 今天能够收到节目组和滑雪的邀请 一起来到这里 讲述滑雪奔跑的故事 谢谢大家 他们俩加起来叫滑雪小心 来 先坐 当他说出要做考场的时候 你不是觉得他有病 我觉得有没有必要为了 对吧 做个饭去买一个房子呢 对吧 当时这是我的想法 对吧 我做零售的初衷 也是为了有一个美好生活的 这样一个传递者 所以这个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第二就是他提醒我的时候 我才第一次去吃 我们自己便利店的考场 你说我们便利店 你自己开便利店吗 对 其实我们相识 是因为我们一块做了一个便利店 然后当时发现是真的难吃 而且是真的有电缝味的那种难吃 怎么开始做呢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先是找工厂和找肉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出发点 在这个出发点的时候 其实碰到了 找肉 对 你是不想用白猪肉 肯定不能用白猪肉 对 要用黑猪肉 对 黑猪肉香 对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用黑猪肉 黑猪的成长期也比白猪要多一倍 对 因为其实中国的肉质工厂 相对来说也比较分散 我们又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飞了将近有20多个城市 然后找了十几家 在做肉质品加工的工厂 但大家其实都拒绝了我们 第一是他们觉得 我们提的需求很不靠谱 就没有人会用 就考虑说烤厂里面的肉 是什么样的肉 而且也没有人会对于 添加剂的这个事情 过多地去来强调 包括去加一些淀粉 所以其实当时大家都会觉得我们有神经病 就是来莫名其妙提个要求 而且我们也没有什么品牌 想完全从零开始做 所以所有工厂都会拒绝我们的 怕担风险 他们也在打嘀咕呀 因为我们的要求其实是完全跟 颠覆了他们的 对 肉质品工厂 你的要求是什么 带着黑猪肉去工厂的时候 工厂就已经很懵了 就没有人用黑猪肉做成的 对 他说你为什么拿这么好多肉过来 对吧 别人都是碎肉 或者别人都是冻肉 第二就是说我们跟他说 我们这里面不能有色素 那工厂就说 那没色素那没法看呀 那颜色就白的呀 那做出来肠可能就 完全跟市面上的肠就会不一样啊 然后我们不能有保水剂 不能有淀粉 可能那你不放这些东西 你一两肠就是一两肉 你这成本怎么办 你全是黑猪肉吗 一盏别的肉没有吗 一看这个杜老师特别懂考场 其实我们最开始是百分之百黑猪肉做 后来发现其实有点柴 不好吃 对 口感没有那种Q弹的感觉 后来其实我们是夹了鸡胸肉的 并不是为了降成本 而是让那根烤肠 小孩吃起来能更Q弹一些 纯的猪肉是比较柴的 我们还要不放防腐剂 任何防腐剂都不能放 所以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成本会 对工厂来说觉得离谱的高 第二就是他们会觉得 你们这个完全不合常理的要求 是没有逻辑的 直到我们很有幸找到了 我们现在的这个河南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它是被我们的这种想法打动了 就是为什么好肉不能做香肠 为什么要有这种传统和固执的观念 为什么一定要有添加剂 为什么一定要有淀粉 就很多为什么它其实都在 我就引发它的思考 它说好 那我愿意来跟你们合作来尝试 用这个黑猪肉不仅简单单是说健康 关键是好吃 我们会发现现在好多猪肉没有猪味 没有肉味 但是黑猪肉它吃下去 天然的有一种香味 我们记得我们80年代 我们的菜市场剁一斤肉回来 那可有肉香味了 现在的猪哪有肉味 那半年就出来了 水了巴基的 对 水了巴基的 其实我们刚才想说 到底要找什么样的猪肉 我们俩其实讨论过很多次 那我是跟他提了一个很明确的要求 我说既然我们要做这个纯肉的考察 我们就一定要选最好的黑猪肉 我从小吃肉长大 所以这肉好不好 一进口里面的感觉 是瞬间就能够有体会的 我给他提了一个要求 我说你去找黑猪肉 对 但是他在我这种强压的状况下 也去跑了十几个地方 看了十几个猪场 找了十几种黑猪肉 但其实我们会发现 单纯的黑猪肉入肠其实是很柴的 它的那个口感并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好 并不是说只有好的肉进了香肠 它就能够做出好的 就是有好的口感跟这种体验 最后我们尝试发现 只有在某个地区的这种血山黑猪 才能够达到我们想要那种口感口味 并且还有不油不腻 而且还有爆脂的感觉 那就在小新安岭的血山黑猪 一定是温度足够低 然后生涯环境有天然的这种好的 不能吃抗生素的饲料 对 不能吃抗生素饲料 不能吃杂食对吧很多其实村里面也有黑猪和土猪 其实也现在不香了 为什么你喂的东西不对了 所以我们最后其实跑到那么多地方找到了中国最北边的一个牧场 在伊春 在林地里面去养的这样的黑猪 它是300多天的饲养环境 然后150天的时候这个猪是在雪地里跑 真正好的纬度的牧场出来的肉 才真正能够配得上一根好的烤厂的需求 那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 除了有些工厂对你们产生质疑之外 还碰到了什么困难呢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习惯性的去做添加剂的增加 以确保这个产品的稳定 我比如说我们要拿到一个稳定的肉质结构 它要调肥瘦比 你们肥瘦比多少 因为这个雪山黑猪它肉里面天然的脂肪含量 所以我们调到了15%的肥肉和85%的瘦肉 更适合它的这个肉质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而且我们选择肥肉其实不是大家经常用的那些五花的肥肉 最后我们找到是这个猪的背脊上面那个比较硬度的那个肥肉 这样的肥肉才能保证打扮在烤厂里面能够保证不油 最开始我们用雪山黑猪来做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忽略了它这个雪山黑猪本身自己肉的这个肥瘦的感口感 所以最开始做出来之后其实口感很腻很油 因为它雪山黑猪它长时间在这种就是寒冷的地区生长 它的脂肪已经融入到肌肉里面 所以吃完之后口感会非常的腻 那我们就在想这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 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 那我们开始就将近有一百种口感去来测试 也找了很多我儿子身边的各种小朋友一起来测试 最后发现15%的肥肉和85%的瘦肉 才能够结合出我们现在想到这种爆脂的感觉 而且不会很油腻的感觉 我们今天也带了一点 它吃上这种肥而不腻 而且就汁水非常的丰富 会让你把那种肉的香味留在了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 对 而且我吃的时候很小心 对 因为很爆脂 对 因为那种就汁水很丰富的感觉 对对对 我也是妈妈嘛 然后大儿子就特别特别喜欢吃烤肠 一到动物园上哗哗哗就一直买那个 对 所以其实我也担心 而且我也吃过那个烤肠 对 因为烤肠就是咬下去一股那种 香精的味道 对对对对 就嘴巴里会一直有一股香精的味道 对 而且它会有面粉的味道 这是真的吃得出来 淀粉的味道 对 淀粉的味道 但是这个肉肠确实是真材实料的感觉 咬下去就是颗粒感 生活当中的 所以说每个人的改变也许恰恰是一种回归 我们请白老师先来谈一下他的感受 四位好 那滑雪一上来之后 就让我感觉太勇敢了 就这个勇敢不是说对于自己内在的一种恐惧逃避的勇敢 而就是一种我要想去探索这个世界各种我喜欢的有趣的事情的一种勇敢 一种探索的勇敢 这两种勇敢创造出来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 而带给一个人的幸福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滑雪身上我就看到了那种坚定的勇敢 我本想哪来的呢 后来当你的爸妈妈妈一上场之后 我就知道答案在哪 你看您的父母一上场之后 特别的从容 像刚才妈妈见到了自己心中的偶像 虽然语无伦次 但是就是那种我敢于去表达我的欣喜 我落落大方地去接受一个拥抱的邀请 并且我再喜欢我也很有节制 这是什么 这就是自信 对于滑雪来说 内心从容淳朴自信的父母 就成就了一个完整的自我 能够让他们看到就是这种自信的快乐的 相爱的家庭 就能够去成就一切美好的可能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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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气氛很融洽 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你们的故事 滑雪这个名字确实很特别 而且你一出现吧 你一说你的故事就让我 脑子里就出现了那个冬奥赛场上滑雪的那个场面 包括你刚刚在叙述你所有的各种转身的时候 都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吗 在这条赛道上一直向前奔跑 但是却让人感受到你每一次转身 或者说你所说的每一次突破那个舒适圈的时候 的那种快乐 那种享受 那种成就感 这个是给人会有一种力量感 是什么让你一次一次地去突破这个舒适圈 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永远充满好奇心 我特别希望滑雪能够成功 因为你成功了 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你的故事 别人才能去学习 怎么去接近成功 很喜欢你们的故事 也很期待你们的考场 能够给我们同样的欣喜 谢谢你们所有人的到来 谢谢 因为我认为被人喜欢是一种天赋 你看你们四个人就有一种能力 用很短的时间让大家喜欢你们 创业的人得具备这样的能力 滑雪身上有这样的东西 得感恩自己的父母 让你的女儿不管她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 她始终身上有一种向上的力量 不以成败论英雄 只要我们不断地向上搬远 去实现自我的价值 进而回馈社会 我认为这才是创业的灵魂 我认为所有的创业都是听从内心召唤的故事 这种召唤源于热爱 热爱源于爱 比如父母对你的爱 你对父母的爱 你对创业小伙伴的爱 进而对顾客的爱 而只有这样的热爱 我们的事业才能做得长久 而这种力量 源于滑雪 身上有一种东西 就是女性创业身上 特别宝贵的一种品质 就是女性的独立 和对自我的肯定和坚持 这才是她最宝贵的地方 人永远不可能完美 但永远可以做趋于完美的努力 遇到更好的自己 不惧风雨 一路向前 谢谢你们的到来 听完了三位老师的分享 是我觉得无论怎么优秀 无论是做投资人 还是做任何事情 再努力 你总是有一种 像一块扶贫的感觉 没有根 但如果回到一个 家长里短的一个 每个人都要用 都要吃的产品上来之后 你仿佛感觉自己有了根 周围的周林四舍也好 父母也好 孩子也好 都特别喜欢吃你 付出很多心血 做出的最好的食品 吃到肚子里 中国人对于吃是很有感觉的 能够吃得对味 感情就加上了很多 好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滑雪的奋斗感言 自己认可自己并不算什么 得到别人的认可 才是最大的认可 那我很感谢这个时代 也很感谢生我养我的爸妈 他们的爱 给了我很多坚定的信心 那我能做到的就是勇往直前 在这个美好的时代下 去朝着自己的目标 不停地奋斗 在奋斗过程中 不停地努力 直到遇见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